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Sho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知识点是结构和类 之前我们学习了类 学习了类的继承 知道了接口 那么知道了抽象类 那么知道了类是非常强大的一种语言机制 那么今天我们了解一下结构之前我们也学了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比较一下结构和类 那么知道它们有哪些不同点 结构是直类型 类是引用类型 直类型那么是存储在站当中 而引用类型是在堆当中 这是它们存储的地方 首先不一样 结构不支持继承 类支持继承 结构不能定义默认构造函数 编习会帮我们定义 并不是它没有 是编习会帮我们定义 那么这样看起来好像结构并没有类那么高级 虽然结构不支持继承 但是它是可以实现结构的 那么但是结构也有它的优点 它也有它的适用场合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由于分配内存快 因为它在站当中 它分配的很快 那么作用于结束即被删除 那不需要垃圾回收机制 所以它很方便 那么可以用于小型数据结构 当我们要处理小型数据结构的时候 可以用结构 但是传递过程中它会产生复制 因为它是直类型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使用 引用 引用类型的参数进行传递 那么这个时候提高我们的效率 那么类呢 主要用于其他需要继承体系的长 这堂课我们内容也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我们原来的基础上举个例子 比如说猫在吃食的时候 是吧 我们定义一个食物 那么食物可它食欲中 快速吃完就没有 是吧 我们不需要长期存储的一种东西 是吧 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结构 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struct 是吧 struct 是吧 比如说一条fish 一条鱼 是吧 比如说这个鱼的重量 是吧 weight 一个大小 那么鱼的品种 好 那么这条鱼 那么就可以快速的 比如说给猫给狗 对吧 快速的传递 那么就可以使用这个结构类型 非常方便 不像类 类很强大 但是它也有它不灵活的地方 那么这个 假如有很多鱼是吧 每种猫 每天喂很多条鱼 那么我们可以定义 这鱼的结构类型 来方便我们的程序编写 今天的课程非常简单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